你 这个送你 这回又是什么油头啊 没什么油头 还有这套球杆 这球杆看起来价格不肥呀 信用卡够还一挣了吧 应该够 看来你从我爸那儿 没少老好处 我呢 靠着在恒瑞的工作 买了车 也买了房 当然了 我是为了报答陆总的治愈之恩 所以不论我做什么 都是应该的 你就好好给自己洗脑吧 不过呢 这球杆我收下了 就当是为了上次你打我小报告 你赔罪吧 可以 老陆 曼曼和我们家家南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吧 曼曼 家南从小就愿意跟在你屁股后头跑 行不 这小子也该回来了 要不咱们两个今天 把两个孩子的事定一下 我正有旨意 黄伯伯 您看着这么年轻 怎么想法这么守旧啊 给让你说没这事 放在电视剧里都嫌老套了 曼曼 咱们跟你黄伯伯说话呢 黄伯伯 对不起啊 我刚才那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 我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的 找不找男朋友这事 我自己说了算 不用您费心了 对对对 对 爸 王林七呢 带我去给你们买瓶水喝 来 来 来 陆小姐用我用得还挺顺手的 好用 顺手 不高兴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误会 这有什么误不误会的 再说 你情商这么高 随便讲两句话 不就躺死过去了 你平时不是没脾气的吗 没脾气不叫高情商 叫自攻 所以你平时总是笑咪咪的 也不叫高情商 叫虚伪 随便怎么说 我听我爸说 你球打得挺好的 平时没少下功夫吧 不过现在呢 被我叫出来买水了 连上场的资格都没有 很不爽吧 并没有 我打球 从来都不是为了上场 当然 你是为了更上一层 进入所谓的核心圈层而打球 如果陆小姐 一定要觉得我是一个 不择手段的野心家的好 我也明白 如果你不喜欢野心家这个词 用上进心也可以 上进心 没有什么不好 欲望会成为 努力工作的动力 对恒威来说 这样的员工越多越好 但我本人很讨厌这样的 你一个人眼睛总是向上看 脚下容易踩空的 所以按陆小姐的说法 我就应该先把你这颗金苹果 摘到手里 才能对得起 一个新家的称号 对吧 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